本來預計是六場 大家不會有介紹的 我預計是六場 還是第四場 但是因為就是我個人就是有一些事情 必須去 必須去做我這禮拜三的超頂的 然後就可以開始了 因為我在上課然後必須去寫一本教科書 所以我們還有這個餘地 因為我們都台中 我們還是上來這樣子 我們還有餘地還有餘地 所以我把我這一整個團來規劃這六場的講座裡面 我最想講的部分 不是最想講的就是我一本想 就是他在講的最核心的部分 達到今天來講 那雖然說我把這個題目 我想舉大量的實力來 實力或者是反應 來說明說的 可以選判斷 這是我第一次的一幅畫 怎麼樣被人在解讀的 在怎麼樣的時光 會怎麼自身 然後會有怎麼樣的解讀方式 就是反而我是想說 大概有實力來給大家看 但是 對於我必須把他能做 所以我幾乎把所有的實力都取消 所以今天跟我想來看做 沒有人發現 你們會失望 今天沒有做比較多的看 今天你們 可以視為說 這個有藝術講嗎 或者是對藝術 或是對藝術 今天這個講座 我自己定位是 我希望來撼動你 很興奮 看到你對藝術的實力 或藝術的看不出來 就是這樣 好 那我為什麼要擺這個封面呢 我不知道這個封面 各位不知道 這個封面 就是實際上 這個藝術畫 就是 對藝術的作品 在問詩的時候 就找問詩的時候 下面再問一下 穿衣的 穿衣的馬 是對藝術 百年後才出現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有這麼一個題目的意思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就是 呃 他是一個公園畫師 呃 他負責的就是 畫一些公園的肖像 就是這些貴婦 啊 是 貴族啊 國王啊 皇后啊 之類的 九次代這些人的畫像 那 這個人馬上是一個貴婦 那 呃 他要畫一個他的肖像 所以他就單讀 他這個畫質 都以來讀書 然後 大家畫他的消息 那各位可以一陣子畫 很多題 對 然後 因為 你的貴婦跟畫質 督促的 常常一根意思 就沒有任何的消息 然後 在問詩的時候 誒 他們兩個好像也沒推 好像都在告訴我 然後 就是 國王聽的其實 還震怒 有一點突然說 突然 痛楚說 三天後 我去視察 裡面的規劃的結果 那 嚇一跳 想說不行 都已經大純成這樣 還看到 畫多題 我們就 會不會看透 不行 趕快畫一幅下面這幅 然後 之後 公開的是這幅 他畫的一幅 他 教材怎麼寫這樣 對他其實畫的很貴 那 那 這 這 這不是個有趣的 就是 點是 為什麼 上面那幅的大師姐不得人 為什麼 他 他畫在本上會擔心 他畫那個 裸體的 如果被看到 如果被看到 就是 下面這部分 那 這其實 其實是 我一開始 這整個想做 那種 我都要問的問題 就是 怎麼樣的 藝術 怎麼樣的一個體驗 所以 是可以的 是好的 在 怎麼樣的時候 會比一下 非常好的 這是我一直想要追問的問題 那 所以我今天後面就擺這樣子 那 其實 根據 藝術學上的考察 就是 美學體驗呢 也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對於所謂的美 什麼是藝術 我們的看法 其實 它是受到 某種程度的 教育 或者說是社會的制約 那 好 那 沒關係 我描述一下 就是 有一個社會學在這篇 各位朋友有聽過 那他曾經做 他曾經做 他曾經做 做 中的藝術 在講聲音 那他裡面做了一些 非常有趣的實驗 就是 例如說 他拿來的照片可以 隨便女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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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他人聽到這張照片 然後他可能得到非常 有趣的 也不一樣的結果 那有一個很有魅力 就是說 他這張照片是 希望老婦人的手 就是 只有手而已 什麼都沒有 只有手 那什麼都是咒文 就是 我們經過很長時間的工作 很黑喔 很多咒文 跟很多人看 然後發現 每個人反應不一樣 對這張照片 人類就是完全不同的 那 對於農民而言呢 給農民看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 欸 讚賞喔 他們覺得說 這個就是他們的生活 這就是他們 他們 他們 長期工作的手 那 所以他得到農民的 強烈讚賞 我們說 這樣都看得很容易懂 就是一個農民 辛勤工作的手 那他一定是 很努力 長期辛勤的工作的 所以就年賴 然後很勞作 然後很正經的 象徵 那 那 但是如果可以不同 有不同的人看 例如說 中間階級的人 他們可能就不一樣 中間階級的人 他們就會 他們會 開始試圖 提供一下 威脅的 所謂的 交流威脅的學員 或是 你們學的意義 這樣說 這個人 過敏是怎麼樣的 他是用怎麼樣的 過敏方式 那 從天的時候 用爆反擦的方式 就是去呈現這張照片的質感 對 那 再往上一點呢 如果是文化上的照片 例如說 大學教授 哲學教授 他怎麼聽這張照片 他會加入一些 哲學意義 或者是上學的意義 就是 或者是一些 社會的意義 例如說 説 這是東人 那種什麼 那種人在對抗 諸如此類 不同的人 對 同一件作品 的評論是不一樣的 但是 對於長明而言呢 也就是說 一般人最普遍的 或大眾而言 他們對於 作品的評判 那是 受到 所謂的社會 他們的 社會條件的紀錄 他們的生活不足 他們的追求的東西 他們 什麼是 正確的價值觀 什麼是 他們想要追求的東西 都印象了 他們對這張照片的評論方式 那 對 普遍大眾的 就是 中下階層的人 他們對於 作品 對於人學的看法 其實是非常 感康德 感康德 就是 正如說美學 對於無功能 顯得幾個純粹的 但是 普遍的調查 發現了 長明的 一般人的 美學體驗呢 正好相反 跟 跟康德完全不一樣 他必須是大量的 層到自身的經驗 自己體驗過的東西 我 我才認為說 對 那就是 我有功能的東西 那這個康德的美學 才寫的是 半小半完全不一樣的 那他還有一些 他還拿到一個照片給你們 原則評論 他會像是 戰死的視頻 就是一個視頻 在站上 在強殺死 那張照片 然後 呃 如果是 長寧 功能階級 同文階級 他們會用非常習慣的方式 去看這樣的照片 他們 認為說 一個影像 必定 需要實現一個功能 就算是一個符號 相分的功能也是 而且 我往裡面參加 道德 或者是 跟自己的 娛樂 都看關於娛樂 關於東西 他們看到 戰死的視頻的時候 一看一看 不好看 不好看 一個人 會打死 覺得非常冷靜 不舒服 他們聽說 這樣都很不美觀 我不習慣 或者是開始評論說 我不喜歡服兵力 我是百戰的 這樣子 那 那 或者是說 這種照片 出了 直接軍人之外 我才沒有人想看 那 或者是說 這就是戰爭 戰爭就是這麼恐怖 對 或者是 說 這就是一個紀錄 他就是一個 呃 所以是 他紀錄戰爭上的親子 所以昌明的美學 他必須 他必須 這裏 他 他也是和他們 不一樣 他必須是 有經驗性的 他必須是有經驗性的 他必須是有經驗性的 才是有道德性的 就是說 誒 他一個 為什麼是大便 你死在那裡 什麼道德 他必須是有經驗性的 而且是必須有道德性的 他一個原則 就是 可不可以看 那 可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看 我們可不可以看 可不可以看 有一張照片是 跟母親在 上半身赤裏 逗出他的送貨 然後 給 給他的寶寶 再分享照片 然後請 一般 就是這邊請人家 來 點了這張照片 那 呃 這個東西 請人家評論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社會的到底在哪裏 大部分人的評論方式很一樣 就是說 這張照片是我的文化 不能給別人看 因為 我上次沒穿 不能給別人看 雖然我看到別人沒穿 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 這至少在這邊側面 就覺得沒什麼 但是如果那時候 我覺得 不能給別人看 就是說 這不是可以給 這雖然是很正常的 可是 這是 不能給家庭之外的人 看的東西 那 呃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模型在國語的照片 它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照片 它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照片 但是 它已經 碰觸到了我們社會的道德界限 我們不能 在公眾之情 落地 我們碰到 碰到 碰到 我們吃了我的樣子 就是 另外一個原則 就是 社會的 道德界限 決定的什麼東西 是 不給別人看 那我想這個在很多 今天 當代自發台灣 就很多 很多像是 很多 非常激進的 的 展覽 它都會有 社會上非常大的 展覽 比如說 某種美術館 或者是 在國外也會一些 就是 上個月不知道 不知道各位知道 有一個人在 文化三美術館 文化三美術館 的 那個 就是 就是 有一些文化叫 我會去旅夢 就是 世界是粗夢 就是 那一幅畫就是 那一幅畫就是 女人的 心機館 這樣子 就是那一幅畫 然後有一個 行動藝術家 坐在那一幅畫 然後把自己的 就是 把她的心機館 打開來 給大家看 對 那這件事情在 她 她當時 本來是 立刻被管幫請走 而且在法國一起 非常非常大的 討論 那至少 我在 法國的 這個 世界報 的報導 底下的留言 在看上千字 好像前我的肚子 那樣子 百分之九十 都認為 不對 就是 她這個情形 就不對了 她不能再來 說她 她是她的習慣 這已經能做到 所以 她已經能做到 她 就是我們社會的 很接近 就是 可以看 她不可以看 原則在她 這其實就是社會之類的 這其實是社會之類的 會 就等 對 呃 呃 由醫生們 判斷作品 看你的作品的時候 尤其是普通人 就是 如果是藝術家 什麼的另外一個時候 就是 她總是 她總是殘照的 照片的功能 就是作品的功能 所以 要不就是 滿足公開 公開的本身 的需求 對 那 或 要不就是 反映到 剛看成的腦袋裡面 對事物的 範疇的分類 就是這種說 欸 什麼東西就是屬於什麼 例如說 譬如說 譬如照這個東西 譬如說照片 我都宣布這個東西 它就屬於家庭 我可以在這邊看 其他人也不行 對 那 這就是藝術的界線 那 呃 還有一個類型 它有類型的 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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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照 什麼是藝術照 對於 大眾而言 普遍的大眾而言 藝術照就是 他們沒辦法 把揮到他們 腦袋裡面 有自己的東西 他們會把揮到藝術照 否則他們沒辦法提起這個東西 那 那 呃 普遍這個人 他是用了一些 例如說 很抽象的照片 就是 例如說 海浪的 波浪的片段 就是一個 波浪的片段的照片 或者是 呃 一些碎石頭 就走一些碎石頭 非常 非常抽象的照片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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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問他們說 這個照片是誰 那 他們發現這些照片呢 就是 例如說只有海浪的片段 獅頭的片段 照片 對於 普遍的受測者 就是觀看之類 沒辦法引起他們 任何共鳴 對他們說 那個照片 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 完全不知道那些照片要說什麼 這個時候 他們要進去這張照片 他說那是藝術照 所謂的藝術照呢 就是 在他們腦袋之外的東西 那叫藝術照 他們腦袋被大灰的東西 那叫藝術照 所以 他們沒辦法帶來東西 他們還是必須給他賦予一個半橋 還是必須給他的功能 說這一定是來參展的照片 你是用來參賽的照片嗎 否則這個照片不會應該存在 那很奇怪 除了要比賽 除了要參賽 除了要參賽 沒有功能 就是說 還有 就是有一些訪談 就是 的內容是說 我不會去拍這樣的照片 因為 這除了照片本身就是 照片本身就是 他自己本身的目的之外 他沒有任何意義啊 所以我不會太參加照片 或者就是說 這不能讓我們想起什麼東西啊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激發我任何想法 他不會給我任何 任何的 任何想 不會啦 就是說 這張照片沒辦法讓我 展現任何事情 那這些照片他們 普遍把它堆在裡面 藝術章 就是 不能理解的東西 不能理解的東西 還是要給他一些功能的時候 他是藝術章 就是 還是必須給他 賦予一個 所謂的社會功能 藝術章 藝術 或是作品 這個東西啊 對於常民而言 一般人而言 對於功能 的要求其實 是非常非常強的 我們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必須賦予他的功能 必須賦予他一個 理解的方式 如果沒有理解的方式的話 對他來說 這個東西 不應該出戰 這就是 常年這個社會 普遍的大眾 對於 美學判斷 對不對 幾個標準 剛剛提到幾個標準 就是對於 那 總而言之呢 就是 對於大眾而言 對於一般人而言 可以感知的 有訊息性的 或者是 跟道德有關的 關不到道德 不管他是 負面還是證明的 關不到道德 或者是具有利益的 才是他們所關心的 通俗 就是所謂的通俗美學 最高的標準 最高的通俗 就是 必須他們可以感知到的 必須是 對他們來說 有訊息性的 告訴他們 他們 一般人 補片會拒絕 五億意義的 或者是意義不大的照片 或者是拒絕那些 意義的 或者是模擬量可的東西 那些作品 總而言之呢 那一般人 常鄰的美學 觀點呢 他們拒絕把美學 視為他本身的目的 拒絕把美學 視為目的的重點 就是美學本身 不可能沒有功能 那必須有一個社會功能 就是常鄰對於 一般人對於 所謂的藝術 對面的看法 作品價值的含量包含 怎麼含量呢 首先 他必須是一個象徵 或者說 他是一個預言 他必須告訴我們一個主持 那 他所能交流的訊息 越多的時候呢 他就越清晰 他就越重要 他就越是能覺得 誒 這是有價值的動向 所以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 美學判斷的社會評判 就是說 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 到底 對一般人來說有什麼 價值呢 他們會認為說 那必須是有功能性的 那不能就是本身的目的 那這個東西跟 藝術圈本身裡面的 我其實就是 完全 完全相反的 這是藝術圈本身的 這一個 至少是 就是藝術圈裡面的一個 為藝術而藝術 的這個 這個判斷 就是 你對藝術來人那麼說 我藝術就是要追求 現實藝術 我就是要 跨出能力之前找一個更新的東西 這是 藝術圈本身的標準 但是這個跟 常明的 社會的 美學判斷有非常非常大的出入 那這些 對橫臺術不能提起的東西 你們覺得他們會有點可以 對 這是藝術 沒有可懂 這是藝術這樣 所以 常明的美學判斷其實 和藝術其實是非常大落差 那 從 上面這些 例子來看 就是 這個時候覺得是 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 一樣是跟社會有關的 呃 這個 針對 攝影這個活動 他是以攝影為例 所以這個活動呢 做了一個 普遍的 大規模的調查 那 調查 八分之三個階子好 這個方式是說 什麼方式攝影活動 那 你會發現 就是 收入高人的服務生活動的紀律越高 收入低人的服務生活動的紀律越高 收入低人的服務生活動的紀律越低 對 那 從事人活動的頻率 你也發現 收入越高的人 他們 越密集 所有的季節性就是 只有放假的時候 或是放假的時候 可能他就只有直接性 或是很少 那 同樣你可以發現 有錢的人 他們 從事人活動的紀律越高 那 不從事人活動的紀律越高 那 不從事人活動的紀律越高 通常就是 呃 就 沒興趣 或者是 對收入少的人 是不是有相機 或者是覺得相機很貴 那 收入高的人 他們就是覺得 其他 通常就是 覺得 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找相機 就是 所以 不是那麼有意義 所以就把其他去嗎 那 那 攝影活動和職業類屬的 觀念 可以看得到 就是 中階的人 中階的人 他們 他們從事攝影機率 是比較高的 越高階的人其實 比較少 那這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對他們來說 攝影機率是比較多一個藝術 所以 我想要 問一下分配 就是 我們第五的這個分 這是我們第五的這個分配 這是我們第五的這個分配 對 那個 我們第五的這個分配 跟法國社會 職業類比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 你們太懂 他其實是 他主要是要把它分 出現出 普羅 中產 和 高級 所以 所謂的高階幹部 教師 自由業是高級 對 教師是什麼樣的狀態 教師 自由業是什麼樣的狀態 自由業是醫師 還有律師 主要是醫師和律師 我們要藝術家 醫師教是另外一個 代表我一個 另外一個 教師是高級 大學 對 教師不是啊 教師在 譬如說是 怎麼講 最窮的那個學 其實 其實主要是教授 或者是高中教師 因為 在法國到高中教師 他們必須 他們 高中教的是 巴黎高師出來的 巴黎高師是全法國 所有哲學教授都當過高師教師 就是最難 最難考慮一些的學校 所以就是 法國的狀態是這樣子 就是 呃 如果你把它想要一點考 對 但是考最高的 通常考慮 他們告訴法師 對 因為他們 他們能夠 高師的人 就出來八歲的人 那這跟台灣同組 可能是很粗 但是 他們高中教師 他們能當高中教師的人 基本上是 呃 最優秀的人 那大學教師 當然是 當然是 但是教師 應該說 或非是 這個字 基本上就是指 大學教師 或者高中教師 以上 一般 那個僱員跟 工家跟校長的 其實我分 就是說 在台灣有多一樣 對 僱員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算是 比較低層的故源 那工匠的小商人的話 他們算是 呃 就是 例如說 呃 小商人 例如說 開堂貨田的 工匠的話 就是例如說 工程師 所以 在 在 補貨田的 裏面呢 他認為說 這些人是 傳統的 中產階級 傳統的小資產階級 他們是新興的小資產階級 所謂的新興的小資產階級 就是 例如說工程師 應該說 工程的小商人 是 傳統的 就是說 他不是靠著 考試 他不是靠著教育 爬上去的 他是靠著一些技術 或者是家庭裡面 教給大家的東西 那 新興的小資產階級 就是那些 就是 一路考上去 然後拿到 某些證照 這些人 然後他們的一些 所以台灣的 儒客工程師 可能會不會 在中間幹部 呃 旧瘦入圍 我想他們 會 會在中間幹部 對 好 那 請重 這邊我們快速跳過 要不然從事攝影活動 這個也是 就是 他要去 也是中間的人比較多 你可以看到 中間的人六七 然後 底下的人比較低 好 上面的人是稍微低一點 這樣子 就是 這樣高階的人 試了幾點的低 那這個 這個基本上跟 跟攝影活動的性質 本身有關啦 但是 這其實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 我先速跳過 因為時間其實也不是 而且 從事攝影的時機 也是 也是一樣 就是 你可以看到 任何實力都因為 從事攝影的人 其實比較少 嗯 把它當作一個 紀錄功能 其他自己 不一樣的 狀況 就說 欸 就是用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這樣子 還是一個其他狀況 那在於 設計的功能是什麼 嗯 你也可以發現 就是 自發現的 必須是 裝神經濟 或者是 最高階的人 他們有 就是 對藝術可能有弄成 做掉 他們最會弄出的 自發現 就是不是為了拍照 而是為了 來 紀錄的拍照 好 那 好 那 這個 其實有遺漏一些東西 因為是 我上課用 上課用 就是 跟我們現在要用詞 不太一樣 不過 就給各位看一點數據嘛 那 我可以做出一個結論 就是 從攝影 如果把攝影當作一個 美學實踐的例子來看 我們可以從這邊發現 三個不同的美學態度 而且這個是跟階級 有非常大的關係 對大眾階級而言 什麼是 藝術 什麼是 美學 什麼是美學實踐 它是跟道德有關的 然後它是一個 那個 牽涉到必不必要 有些人生氣 例如說工人階級會認為說 呃 就是 這地不是必要活動 美學實踐的地不是必要活動 我如果要照相 就是為了紀錄 家庭生活 例如說 欸 或者是生日 就有點 這樣 那 對農民人也是一樣 認為說 這是假日活動啊 那也是有情有截然 才會去做自信 可能 農民 不會是這種事情 總而言之呢 對於大眾階級的人 美學活動 不是必要的 他們也不關心 美學或藝術的問題 中長階級的態度就有點不一樣 他們雖然也是同意說 美學活動 可能有時候不是那麼必要 但是他們願意 對於美學實踐這件事情 或者是對於生活中一些 做到的事情 賦予美學意 他們開始試圖給一些事件 或者是給一些 給一些影像 或者是一些象徵性的東西 賦予美學意義 他們開始願意 這個東西 做這個東西 他們 開始願意把 一些 很抽象的東西 照片啊 或者是影幅畫 或者是意義略 用學律 這些東西 視為 一種藝術的表現 從這裡開始願意 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不再去衝於功能本身 他們試圖和 這時候一起來認為說 這是狀況界的事物 關於大眾的解決區可開的方式 區可的方式 區可的方式就是 把事物賦予美學意義 就是 給他一個文化的意義 來 展現出自己 對事物的詮釋能力 理解能力 賦予美學意義的能力 是和最理解的人 裝不同的 那狀況界界的一個特色 他希望自己在文化上面 有所健身 就是說 你要讓自己提升 我們要吸收一些 美學 吸收一些文化 讓自己有所提升 希望自己可以 成為上層階級 盡可能成為上層階級的部分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攝影這個東西 最重要的這些人 其實是最容易接近的一個東西 最容易接近的東西 所以他們對於 攝影人生是比較熱情 因為他們是覺得比較可以從事的 那他們 開始搭載 攝影活動 那上層階級就不一樣了 他們 其實不是那種認同的攝影 那 總而言之 他們認為攝影是一個比較不入的文藝術 但是 他們 上層階級 他們是 打從心裡 就是 認同所謂的美學實踐 認同所謂的藝術 因為攝影是一個意圖模仿 藝術和藝術 所以跟他們比較不入的 但是上層階級 他們是 就是 最便衣情境 所謂的藝術 最便衣情境 所謂的美學的藝壇 請問一下 就是 在佛陸這樣的合成類裡面 它所謂的下層跟 中層跟上層 上層就是那個所謂的高階幹部 跟教程的自由研究 那中層是 是雇員跟 工匠小商的那種 對 但是 因為 就算是中產式 它也有 中間的下面 中間的中間 中間的上面 所以它這個分類 它還有從這個分類進去下去 細分嗎 其實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細分 對 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怎麼會 它是在認識數據上 它是在認識的方式 我們現在開給你們看 它是真的行 但是也是在這裡 這就是 它的所謂的社會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 藝術家是在 在左邊 那 這個主板還有需要就是 左邊是文化組合比較多 右邊是經濟制度比較多 但文化組合比較少 然後 重走的是 資本總量 那你可以看到 藝術家其實是在 在正邊 就是 左邊正邊 對啦 那 呃 那 呃 右邊的部分則是 經濟比較多 會像老闆 工商老闆 可以是 那自由業主板 其實它是很高 而且它 都是有錢的 其實它 它又很怕能力 比如說 醫師 大學教室這些人 所以 所以 沒有我剛剛看 對不起 我對這個圖 蓋進去 這個圖 所以 所以喝紅酒的 不會喝礦泉水 你說呢 紅酒在右下方 之分總合的下面 對 對 這在法國也其實 紅酒是一個比礦泉水便宜的東西 對 所以在法國是這樣 對對對 所以它不喝礦泉水 他們就會出來了 哦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 法國社會的狀態 對對對 那台灣可以 可以發出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圖 但是法國社會其實是這樣子 就知道這個圖能怎麼樣 我不知道你們德國有沒有 沒有啦 就是一桶 5公升 10公升 每天有一個小小龍頭 那種東西 一打開就可以 我就是雲酒 就可以弄一杯 怕我是紅酒 那啥杯 紅酒這樣的啦 5公升大概5塊錢 那我以為 沒有可能 這 這不是叫紅酒嗎 那什麼酒嗎 這是什麼酒嗎 對 那是那種紅酒 他們叫做餐子嘛 就是每天晚餐的時候 可能都叫餐酒 對 所以這個東西 這樣會很覺得 還在下面 就是 一般人吃午餐吃晚餐 都會喝 就是這個地方 這樣 還是有其他的 步行這件事情 噢 它被失誤也是一個 有一個專門的運動 你說哪裡 步行在自行車旅行上面 自行車旅行上面 自行車旅行 在登山下面 同學教師又想 其實它犯人不好 那應該是 就是 就是有點像劍澤子這樣子 噢 就是 它不是真的登山 它是在 發股的小山 阿山 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像台灣在那邊 阿山山 那種東西 然後換來 很喜歡做拼製遊戲嗎 很喜歡啊 爆什麼片都有 那個是那個啊 速度吧 是拼製嗎 拼製它是不是都有 都有 都有 都有開的 那 其實 這是 這是這個時候 他 他 有一個 可能是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翻譯的問題 就是文化中間 那個應該是文化經濟人 就在哪裡 文化資本鎮的上面 那個應該是文化圈 經濟人 是吧 那個翻譯 我只是覺得這個怪怪的 我不知道他的原本是什麼 他應該 你要說經濟人 可能可以 但中間的可能就是說 例如說 測展的人 但是應該不算經濟人 還有測展的人 這些人 他指的就是拼製介者 對 那其實他是跟印度比較非常接近 那 那 呃 然後 實踐製介者 對 所以他這是幾年前的讀劇 這是 這本書應該是 1980年中 那個 區變那個嗎 實踐製介者 就是實踐製介者 但是區變裡面也有 對 你就記得嗎 區變裡面也有這張讀 但是 好像是這張讀 但是裡面填的東西太一樣 區變裡面是已經填的東西太一樣 就是同樣的這部圖 好 那 從這裡面其實可以看得到 不同的階級的 文化的 對文化的向往 他們的特性不一樣 那 那 不理由說 就是 對 對於 文化偏好而言 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 呃 商業部主 這些 工廠島藩藝術家 處於 兩極 怎麼樣的兩極 就是 呃 隔壁這些 平常 所謂的通俗文化 他們會去買名牌 他們會去看一些 呃 歌舞劇這些東西 個人來說 這就是藝術啊 藝術家 完全不一樣 藝術家 他們 喜歡 創建的東西 喜歡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還是 不一樣的 這是藝術家 這是 摩托天六個書的 策展這些樣子 那 呃 專業人士 就站在 整個階級的 也就是 工廠師 這些人 他們站在不一樣的 地帶 那 當然也是一樣 靠近故族端的 靠近右邊 這些人 他們也是 比較偏好 所謂的通俗文化的 但是 靠近左邊的這些人 比如說 大學教授 中學教授 他們比較喜歡 那些 知性啊 那些有知識性的東西啊 這個 我想問 那條 曲線 的畫法 是 左翼跟右翼嗎 呃 那個曲線 是 它來區分 左翼跟右翼嗎 呃 其實 這個問題 我會找很久 就是我找 我 我自己在書裡面 沒有找到 那要曲線 代表是誰 但是 但是 我認為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合理的 對 你可以把它想像 左翼跟右翼 對 然後 在中間的人 就是 鎖在中間 中間選 就是最中間 不移 或者是各一半 這些人 我覺得這個想法 是合理的 雖然 雖然 我沒有聽到布迪 沒有看到布迪也 沒有證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正合理的 對 那 呃 用同樣的文化資本的人 就是文化資本 這邊的 他們又可以依賴布迪喬亞的年資 來分 那 所謂長期的布迪喬亞 可能是他膚淺被 就已經是這些 例如 代人家設 爸爸是代人家設 給他 長期的一些文化 教育 給他 長年累積的事物 所以 他們都是 他們永遠都是 寄成而來的東西 這些呢 很多 包括語言能力 包括儀態 包括搶詞用字 包括你修化的神情 那 你的 是不是可以跟他 你的談 這些東西其實是家裡給的 那不是學校給的 那 呃 就 這些人他們比較喜歡 呃 傳統的東西 傳統的烹飪 固定的狀況 他們喜歡參觀 博物館 參觀多夫公 參觀當代藝術博物館 那 新加入的這階段 就例如說 告起文官 工程師 私的企業幹部主管 這些人呢 對他們來說 文化資本這件事情 文化這件事情 其實是比較緊張的 那 呃 因為 對他們來說 那不是他們 天生從小到大 在山裡面 就給他們拿東西 對他們來說 很緊張 他們的地位是 他們 透過考試 透過社會精神 而來的東西 那不是與神聚來的東西 不是家庭給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們比較喜歡 簡單的 然後 淡雅的 然後看起來好像沒有 呃 呃 比較想這樣子 比較想這樣子 偏好的東西 他們比較喜歡簡單的東西 那 不同展示階級 他們最初的文化資本 這些方式也不一樣 那 文化資本比較多的 就例如說 藝術家這些人 他們 他們 最小的利益 來獲取最大的文化資本 就是說 他們 靠著自己的創線 靠著自己的 然後帶來 去 挖掘一些稀有的東西 創造的事情 會有的東西 那 用這個東西他就可以 獲得他自己的文化資本 然後做 他就可以獲得他自己的文化資本 他就可以獲得他自己的文化資本 他們 他們用買的 例如說 他們會 用睡覺性消費 例如說 我去買銀牌 去買卡蒂亞 那 用一些 知名設計師的服裝搭配 或者去看歌劇院的時候 補包 下一個 最好的包廂 然後 他們買藝術作品的時候 他們都會買有名氣的藝術作品 他們不會去 不會去賭那個 新鮮的藝術作品 他們會去買 已經出名的藝術家 而且是很多人 他們欣賞商業包的演出 就是 已經成名了那些藝術 對這些人就是藝術 所以文化資本很多的人 當然 金字本很多的人 對於藝術 對於美學看對的方式 其實非常非常不一樣 那這裡 這邊其實就出現了 所謂的載智界型內部鬥症 載智界型內部鬥症 左上和尤喇這些人都在鬥症 左上這些人 他們 文化資本比較高 他們其實有某種文化使命感 他們覺得說我們是在創造文化 他們有文化使命感 而且他們對於文化本身當中 我們那是無私人 不設立意義 我要追求的就是創新本身 我就是要創造文化 我要追求純粹的文化本身 幽浩子在裡面不一樣 他們支持世俗 支持既有的世俗價值 他們喜歡一些世俗化的東西 他們喜歡具有廣大市場的東西 他們喜歡一件很成名的 一件很貴的作品 那他們重視的是 經濟利益 或者是經濟的東西 能獲得多少 這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 這是上門階級 左上門右上他們 這兩成人的狀況 上門階級呢 或小自然階級呢 他們裡面正面有這種對抗的狀況 但是他們面對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面對文化的時候 他們是 面對他們是 他們態度其實是一個非常焦慮 動物理教科的態度 中文字節而言 各中文字節而言 什麼是文化 其實他們不知道 可是他們普遍都認同文化 認同藝術 他們希望自己有最醜俗的文化 增加自己的文化之為 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那他們的文化投資 主要投資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例如說 一些比較象徵的一種 例如說複製畫 他們會去買複製畫 那他們會去買 通俗的期刊 例如說 什麼藝術家啊 這些 就是通俗的藝術期刊 然後他們會喜歡電影 喜歡攝影 喜歡爵士樂 那他們對文化的表現 對展示文化的表現 例如 什麼叫展示文化 就是展示節節告訴你 什麼是好的文化 好的文化 什麼是好的藝術 例如說 博物館那些東西 你們在博物館 已經看到那些東西 就是好的 他們普遍的 表現出自願性的順從 他們順從於這些紀錄的東西 他們認為說 欸 博物館那些東西就是好的 所以 我們要請博物館 他們看的那些作品 增加 提升我自己的文化 文化涵養 就是 就是他們 他們喜歡 博物館 那他們是 順服的 喜歡的 那喜歡這些 他們 讓他們選擇 朋友 社會選擇 有教養的 有平衡的朋友 那 他們對於文化的正常 其實是非常 乾淨的 就是 他們認為說 欸 我就是要讓我自己提升 我們去吸收這些東西 就是好 我注意我自己的醫生 但是 雖然是乾淨 同時也是空洞的 他們 他們 經常最遇到 都是文化的 象徵 不是 文化內容 例如說 去買這次完成的事情 或者是 呃 例如說什麼 什麼 某某世界 文化來台灣展 來台灣展 什麼來台灣展 就會 他們就會 花很多錢去 他們那裡 就是他們最初的 其實是那個象徵 對他們那裡 那裡 他們最初的 其實是這個東西 那不是 題話本身的內容 也就是說呢 呃 他們對文化的正常是 工程度上是錯誤的 常常都是錯誤的 例如說 他們在聽 聽歌劇的時候 我們以前的音樂劇舞台劇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那是 非常 引述的那個音樂 他們 這是藝術話 這就是發展的藝術 或者是 把絕世約 把絕世約不認同的 上流的音樂 那絕世約事實上 是 說自於美國那方的 能力音樂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 一開始就先上流的音樂 其實就是因為 以前我們提到這 因為我想要知道 像絕世約這樣子的 音樂的類型 在 在法國 呃 所謂的 上層 介紹的部分 他們想像的 可能是什麼 上層的話 其實 他們對 絕世約是 就是 不聽的 他們還是喜歡聽 不停音樂 對 包括在不停音樂 對 歌劇 歌劇 其實非常非常多 就是 很容易可以聽到 非常優秀的 那舞台劇呢 那個音樂劇呢 或是說 音樂劇也有 但是音樂劇對他們來說 是比較 所以音樂劇是屬於在 情歌劇的那個 對 那就已經是屬於 比較低俗一點的 對 那 或者其實法國有很多 18世紀以來的小劇場 也除了一些 法國奔土 一些 一些 古代劇 那 其實法國其實 非常多這種劇場 可能歷史都比較難 現在還是在移路 很多人要去看 那 中產界也會認為 那就是藝術 但是上產界也會認為 但是上產界也會認為 他們不是 他們不去聽這些東西 這就是 這邊說 中產界也會認為 中產界也會認為 他們把 通識的東西 當自己演出的東西 把 把 就是 平用的東西當作 商量的東西 就是他們最主要的 方式是這樣子 那 中產界也就是 我們社會上 社會通俗文化 最主要的消費者 他們 他們 他們也會 例如說 他們喜歡 聽那些 把固定樂 改變為 通識樂的一些樂趣 或是 流行樂裡面 加入一些固定樂的判斷 中產界也會 會欣賞這些東西 他們會說 欸 這個 這首歌裡面 加入了一個段 然後 之類的 這我覺得 不錯 那 中產界他們就 不會欣賞這個動向 那 這就是中產界的特性 所以他們會把 呃 他們會用這個動力 動力取得的動力 這類動力之外 是動力取得的 但他們會用這個 像個文化表現 那 事實上 並不是這樣子 簡單來講呢 中產界 他們文化自己 和文化或藝術 或美學之間的關係 是想要 呃 一人一併之就是 滅無的人 錯知的信量 把藝德視為真偶 他們陪生出來 是對文化追求 一種 非常極度的可求 他們 正統這個方式 給他們 想去追求他們 但是 呃 但是他們就是教育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常常都知道 他們的追求到 就是 或者是 他們追求到 一般的能力 好像是 安當 不當 那 布迪耶穌是一種 既天真又嚴肅的追求 那 他們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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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力分明 還是 不得其人而入 甚至呢 就算他們 真的達到了 那個 所謂的 文化的範疇 他們達到了 那個 那個程度 那文化 立刻就會被 站在這裡面跳太亮了 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 網球 網球一開始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 網球的歷史 全世界的網球場 在哪裡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 在宮廷裡面 室內的一個網球場 那他們一開始 打網球的時候 是在宮廷的室內 傳言回復 這樣子打網球 那 所以一開始 網球是個宮廷的活動 那 網球什麼時候開始 走出了宮廷呢 就是在十八世紀公立革命之後 有所謂的 布爾柴雅 這些人就是 有錢 的 名名 他們不是貴族 他們本身沒有貴族 也沒有貴族的名字 可是他們 透過 經商 他們賺很多錢 他們有錢的時候 他們就要想要 學習貴族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們 看到當時的貴族在做什麼 拿來往前 所以他們就 也 我也去帶網球場 然後 在巴黎 是這樣 開始打網球 那 那 所以 一開始 網球從貴族 到明天 其實 有明天的那些有錢人 就是 主人過橋 他們那些方校 才開始 有貴族之外的人 打網球 那這個奢侈網球 像這本像 還是很高級的東西 因為 除了貴族 和貴族 貼拔槍 那些人 除了他們之後 沒人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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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後來呢 平民看到這些有錢人 也在打網球 看得不錯 那 那 那有聲音頭 就說 我們來蓋一個東西 網球場 那是可以享受這個 高級的娛樂 所以就開始出現了 越來越多的網球場 比較有錢 平民他們可以付費 去進去打網球 那 那 網球又這樣 開始普及開來 但是 當網球 這個活動本身 越來越普及的時候呢 發生了什麼事情 貴族很不高興 他們覺得說 這是我們貴族 怎麼可以打網球 因為打網球 不要試這個活動 你才不高級啊 所以貴族 開始不打網球了 由於拼命開始打網球 他們開始不打網球 他們開始尋找其他活動 他們的休憶 他們開始打 馬球 後來開始打網球 對 那 那 在近年代 比較高階屬的高爾夫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 當中產階級 努力的追求 文化上的精神 達到改革文化的範疇的時候 他們就會 這個文化版本身 就會被他們直接淘汰掉 所以 所謂小破 小破狀態就是 他們 他們的追求常常 都要來攻 那 也就是說他們是一種 或者說他們是一種 富庸風雅 那是有常常的文化 這是 小四人其實面對藝術 所謂的文化的時候 展現出來的特色 那當然 小破狀態裡面 他其實還 還細分了三個 三個不同的小破狀態 例如說 莫洛的小四人 莫洛長人這幾個 就 提到那些手工藝師傅 小小店老闆 他們比較喜歡 保守的那些東西 那一些比較新的 他們 新的小破狀態 例如說 一些經歷 或者是一些 就是 眾志主管 這些 他們對面就有這樣的好感 心得們就這樣好感 這麼說 所以這個社會結構 是大概1960到1980左右 等化狀態結構 應該是 差不多1980左右 1980 1970 1980 接續的 的 湊法有沒有 大概 2000 甚至是 2000 2010左右 我覺得 這種所謂的 類似指販大型 是會結構分析嗎 有這種調查 然後我待會 待會我找一下 我裡面應該有類似 但是 當然不是用這種畫法 就這樣 但是有類似的調查 其實沒有完全 同樣的東西 但是我有類似的東西 可以作證 因為 我可以來作證 說 我講這套東西 到了2010年的時候 沒有任何感覺 就大概 我會講到 對 然後眾志主 部分我只有先不提 那 對於大眾志主 也就是說 夏天志主 什麼是美學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 必要的選擇 就是 他們面對文化社 其實是匱乏的 但是他們 他們 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 完全不知道 什麼時候文化 他們也 常常把自己 還是在文化之外 但我基本上 會不懂 會不會看 會不會不懂 會不會不懂 可是他們其實 常常有這種狀況 他們是匱乏的 但是他們其實也知道 文化 藝術 是必須 醫學品 是必須 去選擇這個東西的 所以 對於 載智階級 他們只能去 適應 宰宰智階級 宰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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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譚 宰智階級 解析 宰智階級 宰智階級 學生比較有錢的方法 可是會覺得 我們這些 我們從不出生 我們不要去跟他玩那些 我們好好做我們的成就好 就是 學校可能說 什麼東西是好 然後學習 然後到老師的時候 老師為什麼說你打出來這樣就可以了 像剛好 所謂的上前階級 然後再來是下階級 那你的上層是 要怎麼說呢 是 跟中彩的結局很具象 你說像Nikolas Sarkozy 他算是 你要算是他 因為他是從下面划 他其實算是 應該是又上層 所以你的上層 那個上層那個 我還可以到現在 或者說八年代 還在佛樂 我們都能具體想像 剛剛 剛剛不提的舉的 我剛剛提到上層 他區域是兩個 一個是 中濟上的上層階級 中濟上的非常 對 然後一個是平衡上的上層階級 例如說 大革狀社或者是 一些便宜的正面 他們是有文化資本的 或者是一些摩托貴族 就是他可能 就是他爸爸是貴族 他的顏色貴族 那這些人他們是 他們沒有錢 他們還是不夠的 這些人是 上層這些 就是文化上層階級 右上層階級 就是經濟上層階級 那 他們 這兩上層階級 面對文化上層階級 都是一個狀態 畢視之間 畢視之間 對 畢視之間 那 剛剛提到的就是 左邊這些人他們的方式是什麼呢 用他們本身的文化 他們去創造文化 或是去詮釋 去發作作為文化 他們會用他們的知識 用他們的燃養 去發作作為文化 他們要 他們政府 政府做的 他們做文化的 這好 右邊這些人就不一樣 他們是不用經濟 經濟資本來 來定義文化 例如說 他們會去買文化 就是說 你看我這幅畫在陸底是 賣到錢 但是這個東西我滿下來的 所以我不會這樣 我有評論 我也有 所以他的方式 不一樣 倉俗於一個構成的方式 那不別的東西是 知道 畢視之間 你現在的講 講的 讓我想到 想到 布希侯的Case 布希侯在前一陣子 被 就是說他現在是法蘭西 藝術學院 法國高的 藝術學院 是不是這樣講 你法國高的 你說那個叫 他叫什麼 波哥倫園 高朋友 對啊 沒有就是今年創業長 就是他 對對對 對 那個 他應該是法國高的美院的校長 對 他前一陣子差點被摘點 之所以差點被摘掉 是因為 他 法國高的美院是一個非常傳統的 藝術相關院所 然後 他的那個相對來講 呃 他整個氛圍非常相對保守 就是之前發展出來的 當然 就是 然後 不休進去到校長以後呢 他就把很多的 藝術家的studio 或是老師 應該是沒有老師 主要是藝術家的studio 抽票 然後 把那個空間改成 呃 像 給 卡拉克菲爾 之類的 進駐 然後 呃 呃 做他的展覽 做比較fashion的展覽 做design的展覽 展覽 然後 展覽Mipop 然後 因為這個 因為這樣的行為 折怒了 他們的一些被抽掉 studio的學生 以及 一些老師 然後就聯名上書 也是 法國什麼教育部長 文化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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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長 跟他講說大學 就是 拿了一堆連竹竹 要要 叫他走 這個事情鬧很大 他會走嗎 沒有 我們都以為他會走 因為 其實那個 這一派的勢力也很大 後來好像 呃 不休會會員 可是 就是 這個在當時是一個 相對來講還蠻大的消息 因為 這變成是 整個學校的體制 包括對於當代藝術的想像 對於當代藝術到底要 維持所謂的傳統藝術式的氛圍 所以還是要跟 你剛剛講的所謂的日常 或就是說 跟 另外一種資本 靠網的問題 對 就是 沒有 我就想到這個case 就是 我覺得 有機會的話可以 對 如果我不安放 我是從 那個英文裡面的看法 然後 我覺得 或許 可以考察一下 可以考察一下 其實這個除了牽涉到就是左邊 右邊 的對方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文化部的角色 對對對 其實我很好奇 到底 因為聽說文化部把他進去 文化部部長把他進去 然後 所以文化部部長沒有幫他 沒有幫他談到 我還蠻 對 蠻壓抑 因為其實下面的反彈力到蠻大的 對 因為 報告文化部是一個非常非常 的保守 對 最近才換部長 對對對 反彈部長 反彈部長 我們會不會有時間像 那是第一種召喚 呃 就是那個 那種改組 他說他反對 三點瑜估 對對對 然後又去職 就我一看說 欸又是一個女部長 而且還年輕 而且是韓國裔 韓國裔 韓國裔的歐洲人 是不是 三十幾歲而已啊 對對對 他年輕 對 對 那我現在出面的講 就是說 其實我看這個 以前可能看 當到歐洲人去看 就會把他學起來 但是後來 你真的在 我在裡面裡面 比方說我都說 這個你看 隔了來英文到隔了國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 我就馬上問一下 是不是要 那我對 我就講出點音樂 就是說 像你說像華格納 他代表 喜歡華格納的那一群 是不是上層階級 但是你又不得不說 你看 假設你今天講的上層階級 我會想到 就是之後會去搶總理會 或旁邊那些 真的是所謂 比如像整天 我覺得起碼在 學二的到 安家那個這一代 我覺得都跟六八的學育有關 覺得是那個時期 出頭的那一群人掌握 所以你覺得 這群人覺得是 你要說他當初來的人 都派出來了 但是當然 像年紀大的時候 他的各種派給跟標籤 其實讓我們想新的解讀 因為他們可以做很多的協調 跟很多的組合 其實就那個六八 六八出頭的那群人 在泡國五點派裡面 他普遍被替停為他們 其實是老神派 他們後來變成叫魚子醬 對不對 後來就吃魚子醬起來 比如說那一派 就說這個 幾位都變成大老闆 變成大老闆 就是那幾位 可是我不是覺得說 這個有很多 比方說Ninfra SAC 是這樣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那些過去的那些 因為他的出稱也很特殊 然後他很崩潰 所以他就那個 討厭他的人就可以罵說 他完全是沒有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要去看 就是說 人家這樣的批評 其實是 這種貼標籤的方式 我覺得已經不是 只是在所謂你的 你真的心裡這麼全部認同 還是在這個時候 你要去請你的資源 你自己來做一些區域 然後我覺得還 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是其實在搶發安全 就是 搶避力權 然後那個 沒錯 那我就再回到 大家都像華格納 結果這個華格納的體質 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他明明大家都承認說 他是跟納稅 過去是跟納稅 尤其是那個 他那個整個 Baroid 整個起來 其實都是 其他的超愛 愛死的那個對方 好 那他們就 其他東西都去納稅的話 這個地方 保存得這麼好 然後每年 問題是每年 大概就是 八月幾月 反正就有一場正式秀 包括最特殊的一場正式秀 就是你看Angela Merck 穿著打扮非常服飾 也會讓中性的一個 物理學家的女生 他在那一天 他一定會穿個低胸的 長袍式 就是那種所謂管理服飾 然後跟他先生 他現在早上不住面 在那一天他可以做什麼 就是很奇怪 他就會都去延長這種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已經從社會性 轉成民主性了 就是說 他當 當他站到那個 國家總理的位置的時候 他的社會性跟民主性中間的鬥爭 或者說 這兩個中間的轉換 我覺得他很詳細嘛 所以他一方面要 要面對他的基民黨的選民 然後一方面 沒有可還好 我覺得學生的才更 學生的就是 前一個左翼的 左翼的總統 對啊 他是變得糟 可是問題是他還會 他起碼還會在 象徵性的指標上 他還會做出說 所謂傳統左翼的 就是他們其實那個 我們現在講 而且他出生嘛 你講到他是 像他的功能出生 然後那一家那個 你也講到是那個 那個 那個牧師 所以 所以我是正在講 所謂上層 現在其實疫情這樣上層 如果你只要想說 以後是誰會 坐到那個位置的話 那就不見得 如果我不曉得至少 這至少在等國 你家裡背負了很多 可能是那個 那個傳統那個 什麼貴族出生 有一個放那個 是很不見得 你會有優勢 甚至你那個放 要趕快去拿掉 因為你的招標太明顯 所以我才讀過 我現在讀過來就是這樣 如果你在整個 這個大眾媒體起來之後 是不是過去那種 所謂的上層 他還用什麼方式保持上層 那我可以想像經濟方面 如果他長有什麼石油 或是整個那個區塊 那個銀行 那絕對是會計成 那個會 應該怎麼樣 會試行 但是通常這樣的人 如果說在等國 他就非常 超級的低調 超級不在裡面上出現 所以你會超級知道 大家有他的評論 你知道阿滴老闆 就是你選擇過 最有錢的那個阿滴老闆 他們兄弟 像神女一樣 完全不會在公共上出現 可是大家反而知道 那才是真正最有錢的 所以現在這樣 我現在我要整個簡單講 其實會講到講大聲 會講不怕以前 講那麼少 其實可能都不是對 對不對 但這後面 真的長有機會 是不是最有時候 反而要再讓你解釋 謝謝 可是我想Pedew 在這裡處理的一方面是 就是說是社會 社會資本 跟文化資本中間的差異 經濟資本 其實對Pedew來講 反而是相對來講 就文化 其實Pedew比較在意的是 所謂的話語權 或是象徵的 對 象徵上面上面 對 特別是在大眾媒體時代 你的經濟資本 當然讓你有很多資源進來 或者說挹注的可能性 但是相對而言 形象的操縱 可以彌補某一些經濟資源的不足 我覺得這是Pedew所在意的 就是說 當你基地資源不夠的時候 你為什麼還能夠 擁有我一些發言權 而且超過你經濟資本 其實我覺得這個狀況在台灣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想像 但是在報國其實很容易理解 就主要一個例子就是 大學教授 報國大學教授 其實他們的經濟率不高 報國大學教授 如果你從一開始副教授的薪水來說 就沒有在台灣到國上 真的嗎 一開始 剛開始我想 沒有問我 一進去 一進去大疫情的環境 剛進去的生意 對 但是你如果 但是會隨著年資的增加 像你如果 你生到增加的時候 也跟我講3200以上 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不出5000 對 就3200以上就是很容易 但是你如果是加上一些 平稅的補給5000以上 我覺得 都是正常 就是 就是你通過 就是 曾教授 對 曾教授 那其實是很容易的 但我要說的就是 這些大學教授 其實在 以法國的 就是 收入水平來講 他們都不算有錢人 可是 他們 至少在法國的狀態 他們掌握 絕對多數的報語錢 嗯 像在台灣 台灣沒辦法想像 就是 台灣誰掌握 報語錢的人 就是 記者有什麼事情 都去問大老闆嗎 道國不是這樣 沒有人會去問大老闆 那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會找大老闆教授 就會去問這些 所謂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探訪 問哲學家 問社會學家 問這些人 問財經學家 他們 在報紙上寫專欄的 這些人 記者會去問這些人 他不是去問大老闆 沒有人關心 道國首富的女兒 結婚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關心這些事情 可能他也不想出來說 對 像這種首富的人 對 可能他也不會說 但是在台灣的狀況 就算他還不說 記者會去問 而且大家也會關心 說 郭台銘 他們也會去問 之類 但是在法國 不是 應該說所有人 所有人 基本上他們 都有這個意思 就是說 文化都文化 就是說 就是 關於文化的事情 他問誰 我們要聽誰 把我們大家知道 即便他其實也不有錢 但是他無損於他的知識 看阿田每次的禮拜天 上專題後 他請來的那些人 做論壇給他們 對 那幾個 德國也沒有 對 德國也沒有 發 就是我們就是 有一個語言在發言 然後我就會看制服 但是你要小心 就是真的 他話語權 他怎麼在講 就是在台語文名嘴 在發言 但是他的效益 對 我會不會問這個效益 因為像德國的話 雖然有些人會有發言權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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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並不覺得 他們真的是有效益 他們可能還不有MTO的行動 你知道我問什麼嗎 就是說 他目前在街頭上 真的出來說 欸 我感覺 雖然說 我們現在在哲學區 我知道老一輩的人 對所謂哲學教秀 有一定的崇敬 但是你看看我們年輕那一輩 我覺得不簡單 就是海盜堂也出來了 你看這些黨 你光是看這種KL、Computer、Cars 像這種東西出來 你就知道說 他們的新的形象 那種可以行動的 可以有一些 就是說其實 也其實蠻有形容力 其實也蠻有機會 叫做綠港的出現 那這些 他們造的那個形象 其實變成一個非常有形容的 其實這也是我剛剛為什麼 請教藝純 就是說 如果說這是80的話 我還蠻感到好奇 就是說如果是2010 它是會有結構的變遷 如果有變遷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 是否有化看得出來 到底是哪一項因素 是主導新的變遷因素 所以你要做成切變遷 比如說這個時間 要做五個這樣 對 它的變遷因素主要的 主導結構變遷因素 可能是什麼 其實沒有 就是 至少大概2010年 但沒有完全複製的研究 但是其實 關於文化 關於藝術 就是有很類似的 跟社會這件事情 其實對 其實有 如果要看等一下 我會想掛在很大的開始 我都在整個 就今天那個 我都在做好 這樣 跟這些所謂的影片 都有這樣 沒有我差一句 因為我剛剛一直覺得 特別是對攝影這件事情 的衝擊很大 就是說 現在 你剛剛看到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表單 跟圖機都是 你什麼時候攝影 大概 你攝不攝影 我們現在根本不用這個問題 誰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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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 你一天要問說 我自拍幾次才是重點 所以它是 就是攝影本身 其實在這個結構變遷上 它已經完全的不同於 巴黎年大陸的狀況 你先是要買一個那個 然後要直到五天 還要去看 我是覺得 雖然 在近年來沒有 直接複製 但是 就我 就是我看了一些東西 就我要理解 就是攝影的頻率 雖然有改變 但是攝影活動的性質 變成改變 就是說 對那一支配合的人 他還是有共同性的 我就想他一張 每天大家都要 放在 放在他們 開始給我 放在上面 就是 這是他們要的東西 但是 純粹的要求說 我認為說 我今天哪裡上街抓傷 我實在是建一個名學 活動的 正些人 我想看這兩下 對 沒有 所以我覺得 我 我剛剛要講的是 其實攝影的地位 在此 其實我們可以把 我們現在在講這件事情 跟 致美老師現在在講的事情 或是說 在觀念藝術 那個獎座 系列獎座要講的事情 放在一起 為什麼他要去提說 攝影對於藝術來講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其實因為很重要 其實 也就是說 影響力 就是說他對於 好人的攝影作品 對於藝術圈本身的衝擊 不像以前 你只要做出 某一個風格 你可能對於藝術的冷卻型態 就很容易衝擊到 其實現在越來越難衝擊到 因為大家 已經沒有辦法 可能越來越沒有辦法 混變什麼樣 叫做一個好的風格 我加起來 連這邊也講什麼 掌聲光臺 對對對 掌聲光臺 那 那 其實關鍵點 我同意的說法 就是 攝影活動 他在藝術圈本身 裡面 的影響力 其實是出現示威 這個我同意 但是 如果我要套一句 埃陽明的話 再說 就是 那如 攝影本身 的可能性 就是 遠超過 藝術本身 所以 他不只是藝術 他可以做 但是 遠超過藝術本身 那我們 那攝影為什麼要出現這樣 在那裡 沒有 可是 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 這是辦藝術的看法啦 沒有錯 可是你在這裡提到一件 我覺得 你切入了另外一條 很有趣的走線 其實是我剛剛要 在中間 我覺得 可能是想要到最後才提的 就是 藝術你今天一直在 或者說你今天的 topic 一直在處理一個問題 就是 所謂的藝術圈裡面 對於 high跟low 高級跟低 低階 或是長領 跟高級藝術中間的 這個 這個變 這個差異 然後 其實 你處理的議題 一直是 攝影在這個差異中間 到底是被規定的 其實攝影只是一個例子 就是 我後面時間要講更大 就是文博物館 就是 文藝術博物館 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例子 使用所謂的配曲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對 那 好 那我把書拿出來 沒有沒有 那個 就是那個 漢斯貝爾廷 剛剛 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其實 漢斯貝爾廷這一本 所謂現在主義之後的歷史 它其實 在處理的是 藝術史的歷史 藝術史 從大概 十九四 從二十世紀書到 到大概二零 二零一零 這個書的書版 大概是二零一零 它 它這裡面有兩本書 其實 兩本書的合情 大概是 二零一零年左右的歷史 那 就藝術史本身 它要告訴你說 藝術史本身是有變遷的 在 你提到 就是說 舊西方本身 我們這樣 所以說它在這裡 其實要處理的就是 西方不是別板塊 西方是 我們現在 所謂的臺方 臺灣或者 東亞或者 第三世界地區 所理解的 所謂的西方 其實是在戰後 經過好幾波的 藝術史上面 或是藝術的變遷 我們所寫 所寫出來的 藝術圈的想像 這個問題 大概在 1960年代 到1970年代左右 其實是藝術圈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題 就是到底像安妮窩伯或者是跟波伊斯當時 其實是分別代表美國跟歐陸的 或者說都也是德國的兩個不同的歐陸明星 最大的明星 可是他提到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安妮窩伯去為波伊斯素想 大家都不會想到 或是說大家都不會認為波伊斯會去為安妮窩伯做一些什麼 因為歐陸對於藝術的想像跟美國對於藝術的想像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兩個對於藝術的想像 或是說對於藝術品本身到底應該做什麼事情 這樣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形象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整個歐陸地區 或者說不管是甚至是杜布菲 杜布菲或者是那個歐陸 這樣子的角色 其實在整個總體藝術市場 或是60、70年以後的總體 西方世界對藝術的想像整個下降 支配整個大部分藝術圈的 主流想像其實是Andy Walker這樣子的一個想像方式 也就是說 媒體世界或是每一屆的世界 大眾每一屆的世界 其實已經吃掉了 高跟低 高級藝術跟低級藝術 或是說日常跟藝術的差別 所有的 已經不是依賴藝術史本身 他會認為說 至少Beltin他提到的是說 這個時候是藝術史的真被拋棄 藝術史對於藝術的判斷標準的決定性被拋棄 轉換成所謂的媒體或是大眾媒體世界 對於藝術本身的貢獻 也就是說判斷什麼樣是一個好的藝術 已經開始不依賴藝術史的 你是不是超越藝術史過往標準 而是你是不是可以在這場生活當中 找到一個新的形式 來去創作某些東西 這個完全不依賴過去 他依賴現在對於社會 就是媒體世界當中對於社會的新的形式 感知性的概念 所以當 其實你現在談的問題 touch到這個點 也就是說 如果說他的判斷標準 不再是藝術史 不再是過往 而是 而是媒體世界或是大眾傳播媒體的世界 那麼 像攝影或者說你說國務館這種所謂的 處理奇觀世界 到最後會被奇觀世界所吞噬的這一些 影像啦 展示方式啦 他本身 是不是有可能 還維持在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攝影根本不換藝術 我覺得 就是在這個點上 攝影 應該說攝影比藝術的範圍還大 這件事情 其實是 在60年代之前的藝術 全讓他們能接受 或者說你現在去做藝術史的老師 他一定會把你殺掉 他一定會把你彈死之後叫你滾出去 對 或是 翻譯你的手法 對對對 如果他們不任意把翻譯你的手法 我覺得那當然是無法 對 所以 可是這樣的議題 是不是已經被克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或是說已經 在現代當代 已經離開這個議題了 我覺得這是需要 對 我覺得 要看要從什麼 這邊來講 那你剛剛說的那部分其實我同意 因為其實 我今天本來也有準備到這一部分 就是我整個包包的內套有一個圖 我等一下把它找出 你們應該是有 就是說 從 就是 攝影 不是 藝術的媒介 的擴張 其實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 但是他經過了非常長的時間 擴張到進行整治癒 就是說 主題書裡剛才說說 可以看藝術的媒體 留介 是從藝術的本身 來看作品 作品的創造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是非常難難進的事情 就是這個狀況沒有 不過如果趙麗佛說的話 如果我同意他的方法 那 確實也是現在主意之後的 一種事 因為現在主意之後 才出現了這個可能線 在現在主意之前 其實是 這方面其實我完全同意 這方面其實我完全同意 不過 今天我要講的其實 就是我認為 你說這起來還是比較偏向於 社會的 藝術家 藝術家 或是文化中介的人 我們這邊的人 就是他們會 談的方式 就是他們會用 就是這些人 他們會用這種新的趨勢方式 去 重新 規定 怎麼樣才是 未來 藝術或是文化的可能性的所在 就是 我覺得這是藝術家 藝術家 政府跟這些 他們一個 女學的特色 他們會反思 然後會想要創造一個 新的選擇方式 但是這個 等我今天講的主題 畢不是那麼直接關聯的原因 我今天講的主題 就是說 我要說的是 那如果是有遺難人 我是有下場的人 我都覺得想他們 他們怎麼看這件事情 所以這層 其實 這是類伙 我今天想要 講的主題 就是所有的人 不同的人 例如說 藝術工人 或者是中藍階級 這種這些 他們怎麼去看這個東西 他們怎麼去看 應該說 他們怎麼去看 走上場這些人在玩的東西 可是對不起 我覺得 我應該這樣說 就這個文化空間來講 其實不是會成 文化空間來講 其實是這樣子的 一個三角形 文化空間的頂端 是 如果我們是用 劉基斯坦來講的話 其實是 他的可能性空間 應該是這樣輻射 所以 如果說 這個頂端的創造 就是說這整體的文化空間的想像 其實還是由這邊所發出來的 你如果說 經濟空間的想像 那就是這樣子 我當然 我完全同意 就是由那邊的人發出來 但是 由那邊的人他們 他們負責創造最新的東西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但是 他們在創造 他們認為最新的東西 而且哲學他們 他們還是常常會遇到更難 就是很大的 例如說 他們要怎麼多的認同 他們要怎麼多的認同 例如 不管是在 新的主義之後的 新的主義之間 他們變成同樣的問題 然後這個 我帶我最後可以講一下 這個 他們 他們的媒介的擴張性 其實他們 一起來都每天同樣的 他們怎麼多的認同 當他們在提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取得 他們的 他們的發展這些東西 這對他們的意思 都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他講的東西要正常 所以不疊 那這裡面其實 需要很多的 不管是技巧 或者是 其他部分的幫助 例如說有別人的幫助 例如說殺龍 殺龍的東西 完全是需要有別人的幫助 或者不會 不會有可能的殺龍 不會有可能的生態出現 就是 諸詞那其實是一段 很長的歷史 那 即便到今天 他們 其實從醫生到現在 他們一直都是 所謂的 我怕傳到這個問題 但是 他們不能不考慮到 自己的東西 沒看到 這個問題 都只有差一點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繼續說 我剛剛講到 大宗介紹 其實 我非常高興 我們說話其實 是一定要的選擇 因為他們 他們 他們無從選擇 他們只能接受 人家告訴他 什麼是好的東西 就算他們 經濟不予匱乏 他們也不會多浪費金錢 或許從事多於文化活動 他們只會去從事 必要的 剛剛好的文化活動 就是學校說 你應該要學什麼 有時候學校說 你要學廚房 直接學 學校說你要學梨子 直接學 他不會說 我今天想要去學 四年啊 很少 可能有這些人 但是他不會說 我今天想要去學梨化 或者今天想要去看 某某最新鮮的展覽 不會 他們不會 也不會說什麼 但是我也在 不會 我覺得不會 他們只會 同意說 今天學校 老師 告訴他 什麼東西是有價值的文化 什麼東西是有價值的藝術 他們就去學習 所以對他們來說 那是一個必要的選擇 雖然這幾個人呢 他們又在文化採取 務實的 功能性的美學傾向 當然 這件事已經 講得很清楚了 他們拒絕那些 不實際的文化教育 他們更拒絕的 為藝術 來藝術 所以完全 所以這點其實跟左上講的 藝術造成是完全不一樣的 左上來的設計 他們認為說 我們就是要為藝術為藝術 就是要發生藝術性的可能性 相似很不一樣 他們認為說 藝術就是 什麼東西是必要的 什麼東西是好的 什麼東西是在我們這個社會中 被規定為好的東西 而且是有必要學的東西 我才去學 否則我不浪費多餘的經驗 所以大眾的品味呢 大眾的美學呢 他的品味規則 簡單講就是從重 從重原則 面對載智文化 他們完全就是 接受 他們一方面是 面對載智文化就是 接受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說 他們其實是自我放棄的 因為他們不斷是在經濟上 或摸上他們都不煩 到上面的水準 所以他們就 他們不能接受 可是他們就做得放棄 因為他們 兩個企業都不可能去買文化 會在裡面 所以他們一陣子 所以他們一陣子 那他們就不願意買 那 如果生活上他們的 你會買香檳汽水 來加上香檳 那其實他們不出來的香檳 那同時 那同時 他們對 上層 告訴他們 你產生好的話 就有一個 你來順受 的狀態 他們只是 他們只是在做 必要的休息而已 而已 他們沒有其他的休息 那 不同的階級 其實是用不同的生活風格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 生活風格 這不是我想 我 我簡單的 跳過 簡單的講一下 好像有點比較小 就是說其實 這些人為什麼會講 其實就是 對於美學 對於文化 或是這麼不一樣的態度 其實 這個時候 別人這麼說 就是 就是建設什麼的秀儀技術上 他們會 他們藉由他們 身體上都表現出來的東西 例如說 身體上的儀態 預言能力 就是 我能不能好好 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我能不能告訴你 就是這個藝術在哪裡 或者是一些 他選擇的服裝 家裡面的擺設的品味 或者他是度假的地方 他開了車 他穿了衣服 他穿了洗的 這些東西 他展現 他跟人家不一樣 那 我展示這集內部其實也是分裂的 就是 剛剛其實有說 其實是處於分裂的狀態 那 中央這集呢 他們則是 他們則是 展示出一個社會精神的強烈器 他們希望進口 是說 他們任務隊的 好文化 來讓自己 就跑在上面的位置 那 所以 他們會 他們非常 他們是文化的 愛好者 因為他們 他們知道 他們多學一點 他們就越前進上面 越前進 越前進 那 所以我就想 他實在做 選擇 看 適應 這樣子 他們拒絕任何 任何與實際 用出 無關的 成員 他們完全排斥 為藝術 民術 這個關鍵 那 其實他還有很多 例子 就是他們 生活中的 文化小肺 例如說 他喜歡看什麼 什麼劇啦 例如說 古典劇 通宿劇 或者是喜歡 慢跑 喜歡住球 喜歡騎馬 或者是合奏的話 他們很喜歡 凱旋道 還是喜歡 劍道 還是喜歡 合青道 這個跟建議 也是有關係 那音樂 他們喜歡絕細樂 五點音樂 還是流行樂 這些 整合文化 跟文化有關的 實踐 其實 都是 有某種程度 我自己設想 那 提一下剛剛出的 國務館的部分 另外調查 就是 富德小聖誠教授任 去 找出說 藝術的觀眾到現在 藝術的消費者 美學的消費者 就是富德的 那些喜歡藝術的人 道理上的建議 這是1969年的調查 那 他在全歐洲 全歐洲 不是全法國 全歐洲 非常多 一百多個國務館 那 曾觀者進行 長期的調查 那發現說 曾觀者的 交易程度 大概是像這樣 那 也發現說 就算他摸完 大學或大學以上 反正在死 那 剛才教育的藝術 是三十一 那其他就這樣遞結 那值得一提 是在這個時代 全法國 有大學或大學藝術的藝術 只要反之十五為一 那 用我剛才教育的藝術 我只要把他藝術的藝術 那 那個時候好像有三年子 總而言之 這些最少最少的人 他們其實站了 參觀所謂的藝術博物館 超過一半 這個百分之大概 百分之二十個人 他們在參觀博物館的 百分之五十五吧 簡單來講就是 參觀藝術博物館的空中 主要是那個教育部 最高的 過渡教程度 每年至少參觀博物館的比例 這是二零一年調查 你發現跟一九六九年生 兩集很像 一樣 參加 參觀藝術博物館的人 還是教育程度最高二人 四十個人生 而被騎生 大學 四十七 這裡下四十七 被騎學生之所以不重要 是因為他們學校 學校的課程就必須去 那是一個義務 所以其實比較不重要 那自越區的這些人 就是被學生自越區的這些人 還是可以發現 其實越高的人 他們對藝術 越有興趣 對那二零一年調查 再次印證了 蝴蝶的環境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我們把教育 當作一個 反映一個不同的文化資本的 一個標準的話 你可以看到 教育 就反映出一個不同的 不同的人對於 藝術或對文化的 不同的需求 對不起 老師說 其實我覺得 當然就是就 藝術的 美術館或是國務館的 內部的參觀 就是說 那內部的調查 或是說他的參觀 這個調查 當然在 我自己覺得 在結企結構上 如果有太大的差異 然後 這 這 這當然是說 這幾十年 是沒有太大差異 但是我覺得 這個調查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沒有 至少沒有被隊員出來 就是 68年或是69年 跟2011年的參觀者 他們在分配他的休閒活動的時候 到底藝術的休閒 藝術或是參觀媒體管這個活動 到底上升或下降多少 我覺得這個才是 整體 當我們在處理文化的時候 這個 你說到 到今年為止 其實是 我應該要找數據 我想是有些關於數據的 對 就是 但是 在定次電腦學代表水平 其實他也有很多 這個調查 就是定次電腦也是有很多 他那個調查 其實滿久 或是大概10年左右 大概就是那10年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整個社會 如果說 我們 care of the dude 或者說 告訴我們 還是 社會結構變遷 或者說社會結構的 結構狀態的話 我覺得 呃 單純就藝術本身的 呃 這個其實是藝術本身內部 所 藝術 極其 不管講群眾階級的 差異 可是我覺得 藝術本身 在整體文化狀態上 是不是下降 相對於娛樂 或相對於其他 呃 廣義被稱為 文化的範圍 的一些事物 是不是下降 我覺得這個才是 他們如何分配 他們經濟資源 或說分配他們 呃 休閒生活 一個非常重要的 結果 社會結構變結 我看過就是 近幾年的法國文化 部分 他們每天都碰到 我們是如果 過去翻大 但是 我自己看到的是 參觀 就是 某文化術某文化的 頻率 呢 是不斷的增加的 至少在法國也是 不斷的增加的 就是 雖然 雖然 編密爾跟其他娛樂 都說 就做出一個造主的編密爾 但是 我看到的是 純粹 純粹 參觀的頻率 就是十分之 而言呢 在法國 一直理得的是 不斷的增加 我覺得有兩個可能 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這個 這個持續的增加 有一個可以解釋的 我的猜測 在六八六九年時期 參觀美術館 其實仍然是一種 相對來講 比較接近 現在主義式的 或是現在時期式的 這種作為 藝術教育 進去後 涵養我們 可是 2010年左右 參觀美術館 大概已經變成 是一個公共獨立活動 這兩個在心態上面 是全的不同 也就是 現在大家 就像說 大家去參觀國美館 參觀 各級美術館 是抱持了 什麼樣的心態去參加的 其實 其實 就是 如果你要說到 2011年 2014年 今天 參觀美術館的 這件活動 還是已經 變成跟 娛樂 或者就是跟 旅遊 跟休閒這些東西 混淆在一起 變成 那類事情 我是純粹的先不給我說 就是為了 追求自己的文化 就是 這種時候其實 我個人 私底下的調查 從而是不成立的 我自己在 我自己在動海 都很傷 我覺得 我有些無論的感覺 就是說 欸 我也是 就哪些人去參觀 你說 因為開裝網 就問很多朋友 或是他們的 小型的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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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或者是一些特長 去的人都可以算 我問他們 那些人去了 然後去的那些不多 那 去的理由是神嗎 那 不去的那些人 他們的理由是神 那 我可以 發現這個 就是參觀美術館 就是 至少在台中的部分 才特別的術館 這件事情 呃 跟旅遊 或者是跟 純粹的娛樂本身 還是有很大的區別 因為 呃 你可以看到一個狀況 有些人還是把 他是自我排除在外面 而且還是很多人自我排除在外面 就是說 他說 他們說 為什麼對我沒什麼 我看不懂啊 那之前看不懂 為什麼 對他來說 那好 他幹嘛不會把 是為什麼對他也不會去 還是有 還是有 大家有一段人 不是拜我 光是這樣的 看不懂 我為什麼會去 對 但是會去的人 他們 他們並不會把 他這種事 帶出售的 他們還是說 欸 他想去看看 什麼事 就是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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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並不是為了 就是對他們來說 這個他看電影 或者是 這個 這個 意思不一樣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 其實有 當然有必須 或是 或是說 你如果把它放在摸吧 的話 或是放在羅浮公 的話他可能就是 全部的情況 嗯 羅浮公當然是很厲害 對 所以 但是如果其他的法國比較 當地有什麼國單美術館啊 或是聚員 那就是 都比較不會去的 那些地方 嗯 沒有啦 我只是好奇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 這個對於國務館的人生來講 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研究 就是說 他不能被單純擺在 他跟階級的關係 我覺得 因為他必須要把它擺在 如果說 他像 台灣一樣 不是 就是說 他被擺在跟 其他的文化活動 放在一起看的話 那 他的 包括他的 參觀人數的上升下降 或者是說 到底大家如何分配 呃 就是同樣的時間 或是同樣的經驗 他會拿去幹什麼 會不會去國務館 或是 民主館 還是會去其他地方 我覺得 必須要做出這樣的比較 我們才有辦法 在 不是只是藝術 而是整個文化的語域裡面 去談 到底藝術 被證為是藝術的 或是被證為是美術的 或是被證為是美術的 這些東西 跟其他的 呃 其實其實 這個東西 在 今天 可能還是要需要一些調查 對對對 但是 其實不敵人在這本書 裡面 其實他還照顧得到 就是 呃 會不會因為覺得 國環貴的群 他還是不會 反正九十幾年的 任務國環編 就是 在發佈的 就現在年代 百分之九十幾年的任務 很便宜 因為事實上 對於藝術的確實很便宜 所以經濟 基本上不構成他們 不去國環編 所以他們並不應該 就直接來 會不會去 他們不去 這些人 為什麼不去呢 原因是 呃 他們覺得 看不懂 對 目的的調查是 發現說 他們 這些人有什麼特色 他們做排除 他們自己 把自己排除在文化活動之外 自己把自己排除在藝術之外 他們說 跟我無關 我為什麼要去呢 就是 我看了我也看 為什麼要去呢 那並不是因為覺得說 欸 我沒時間 或是覺得說 覺得其他東西比較好玩 或者是覺得 我無關很貴 就是 有區分出很多 很多不去的理由 就是 就是去或不去的理由 這樣 就是他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 七年年代 就是他發現 完全就是因為 個人的意願 他並不是因為覺得 那不好玩 或者是 或者是覺得 他太貴 或者是覺得 我實際上 他還要做其他事 不是 而是因為 覺得自己和那些文化無關 或者是 他們是自我排除在一起 自己把自己排除在文化事件之外 對 那這個 其實這是文化啦 其實還有一些經濟的 這是成績 其實你還是發現 剛剛是文化方面 經濟上面也是一樣 比較有錢的 他比較會去 他比較會成長很多博物館 那 那 星人地位越高的人 他們比較會成長很多博物館 就是經濟方面是寫 也是可以發生類似的狀況 對 那 那 那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怎樣去的實際上 我覺得 階級性這個東西 本身其實是可以預料的 但它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就是 就是博物館 或者是藝術 或者是文化這個東西 本身呢 我們一向文化報告者 或者是教育單位 或者是藝術家 諸如此類的這些人 就是文化成業者 他們都宣稱 藝術是沒有這幾次分的 一般來自分的 藝術是屬於所有的人 文化是全民共享的 事實上也是啊 博物館 對呀 大大萬人就大萬一九千人來說 是用作的 欸 工博物館很便宜 並不因為我們以前去 藝術或文化是所有的人共享的 無階級之分的 可是實際上呢 去的人就發現 完全不真的無理的 就是有階級之分 就是某些這些人才會去階級之分 即便不是因為錢的觀想 那這就是我剛剛提到所謂自我排除的狀況 就是既然經濟不是 構成把他們排除在國館之外 排除在藝術之外的地方 那我想去自我排除 那最後開始的問題是 為什麼這些人自己覺得 誒 老闆無關啊 故意要想到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他說這就是文化需求的部分 有的人需要藝術嗎 有的人不需要嗎 有的人覺得誒 我應該要去接近一家藝術 我應該要去談這句話嘛 我應該要去博物館 有的人覺得我幹嘛很需要 這是不是 就是不需要人家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國館之外 那不一樣分析的結果是說 不同階級的人 他們的文化需求就不一樣 有的人文化需求很高啊 就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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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藝術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 所有的人 同樣的進入的可能性 或者這個料理到什麼不是 就是 其實 並不是因為錢的關係 那實際上不是 又再就是 就是回去 又再就是覺得我就是接不去啊 我就是他們懂的關係 跟他學習的東西 對 這是所謂的文化學習的部分 文化學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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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也做了一個簡單的解釋 雖然我不是很難的 雖然是來自於教育 就是說 就是 房間教育 或者是 就是 想要教育 然後說 那這個部分 也只能靠 雖然是來自於教育 但是我們也只能靠 教育的解決 就是他最後做出一個結論 我自己是 很不滿意 對 那 總之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文化 所謂的藝術 在宣稱上面 告訴我們 是 所有的人都可以 都應該要 都可以接近的東西 但是 實際情況 不是啦 可以發現時候 處於一個非常 非常掉口的狀態 那並不是 說 像所謂的藝術家 或者是 當中藝術家 有幾個人的 宣稱那樣 不是 那 文化和藝術 它在 藉由 這個社會所分出來 畫出來的一些結束 他們分配給不同階級 就是我們看到的 其實是怎樣的狀況 那 這些人他們 有可能 就因此也更有可能 繼續掌握的 那些 就 文化成分 他們 可以繼續上文化成分 那 影像 有可能去跟他們 所以 這些人 他們 這 就 不疑惑說 把這些小階級 調整成的方式 就直接在這個方式 那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剛剛波提到了 不過 我要找一下 就是 的 好 是 我 是 我 是 然後看這個東西 我要小心發動 看到這個東西 破壞人 現在已經快到了 這邊有很多時間 然後就這樣 我先練習大家 請客 我正知道這個度 不好意思 做一個比較難練 就是 剛剛柏惟提到就是說 藝術的 在現在做一之後 就是 藝術的 觀眾或者是說 我們 我們來看藝術的方式 已經不是用藝術紙的方式 就已經不是 用藝術紙一代推翻一代的方式 在這樣的方式來看 那這個其實是跟 藝術這個東西在 功能域的擴張 類似上說的其實有關 就是 柏惟剛剛說的這個階段其實 其實是最忘記的階段 但是那個是到今天我們跳的 這樣一直是考藝術 在以前就不可能了 那在最早其實 第一階段應該說 藝術什麼時候出現其實是非常難忘的事情 在以前當中 我們知道藝術 在西方歷史之中 就是藝術和公眾 就是和廣大的觀眾 的交集呢其實 是 始於教會 始於教會對於作品的贊助 那 因為在中世紀前 所以我們現在把他當作藝術 就是一些 教堂裡面的雕像 畫作 神像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都說那是藝術裡面 那個其實是教會 或者表達他們對於宗教 對神的贊送 所以他們會找一些藝術家 就有藝術家 就有藝術家 由教會來改成藝術家 其實那時候叫藝術家工匠 你看看這些工匠 委託他們去畫 這個畫作 那這個時候他們叫做工匠 其實他們其實是靠教會養的 他們那時候其實不叫藝術家 那在這個 宗教機構對於創作者的贊助 以後呢 那創作者 什麼時候才離開 才開始離開了 宗教離開的教堂 離開的教官 也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工医工医之後 也不是工医工医 就是在這個職種軟體 就是王室 就是國王他們會開始 他們會找一些畫質 畫質 然後畫自己的畫像之類的 那當時的工匠 可能我的方式就是這樣 一個是教會 一個是 王室 只有這兩個 只有這兩個 會養這些創作者 那其他就用工匠 創作不下去 只有這個可能連過下去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管是宗教啦 或者是 王室啦 他們對於這些創作者 贊助的關係 並不是處罪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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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藝術的愛法 不是 他們法式為甚麼種討物 這是甚麼很固有的關係 這是一種固域和共匠的關係 與其說他們是在創作 還不如說他們是在提供服務 他們是在調理 他們是在調理 這是工人工 畫像 那在這個實際 藝術家這個詞維 這個詞維 不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作品面對待兩些人 那除了教會本身之外 就是 會去教堂做禮拜的行程 這種事情會看到 那還有教堂裡面的人 或者是 王室裡面的一些群眾 就是王室裡面的一些稱職啊 或者是一些工作人員 在這個時候呢 作品 他的 應該說他 不管是他公共心 或是他的觀眾 他非常 都還是非常狹隘 他還是沒有 處於一個完全沒有公開的狀態 他還不存在所謂的 接近藝術 或喜歡藝術世界的存在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 雲一附近開始 民間有錢的那些人 正如他王喬的例子 他們開始想要仿效王室貴族 他們開始想要找一些廣告 來畫自己 或者不是收藏作品 透過這樣子的仿效呢 富有的民間愛好者 他們才很開始 為了純粹的美學的理由 去收藏作品 覺得這個很漂亮 不過為了某些名字收藏 這個廖哥要收藏不錯 我開始會收藏他 結果這個事情 才第一次出現 就是純粹的美學的理由 在彼此成的理由 成為 我們去看這個東西 我們去吸引這個東西的理由 要不要印象 我們就正在了 能看到這些作品呢 也從小數位教會 王室人貴族 開始進入到民間 從這個時候開始 才開始出現 就是藝術人才開始進入 所有的 有辦法被更多人看到的階段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還是很狹隘 就是小數的收藏機 和人家收藏 其實是非常狹隘的 18世紀開始呢 有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沙龍還出現了 沙龍出現了 為什麼關鍵呢 因為他讓作品和觀眾之間的關係 出現了一個特別性的進展 因為沙龍的出現呢 作品和觀看者們 首次擺脫了 實質上的持有 他不再需要 我買了 我就看了 而沙龍是一個半開放的狀態 因為沙龍是怎麼樣的東西呢 就是 有錢的人 他贊助 他是小美術家 讓他贊助 然後 他這個時候開始針對 第一次針對 不特定的公眾贊助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沙龍首先 以後 再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就是說 我欣賞你 我才跟你下電單 再幫我做 所以就是說 在開始創作之前 他一直給自己拿 沙龍不一樣 沙龍就是 我要所有人都可以看 你想來的話 你看到你喜歡 你在哪 所以他是 這個時候才 變成一個公開的狀態 那 甚至 賣不賣的話 賺不賺錢 甚至是 對他們來說 開始 變成一個資料 的地位 就是創作者 他開始是為了 證明出來的過程化 所以他 反而就公開來 給不特定人來看 他這個時候 象徵資本 開始漸漸超越 這個重要性 那 在過去就是 在過去就是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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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買掉 有利己的資金價值 沙龍雖然不是 就是 我板在那裡 我們不知道 沒有利己的資金價值 但是 重點是 有多少人來看 那 有多少人看到這個東西 那 開始 象徵價值 開始變成更重要 那 創作者 開始為了獲得 不可預期的觀眾 其實說 空中的上市 而創作 所以 作品的消費 可以開始純然的經濟 經濟性 經濟轉型 被人的象徵性 非特定的公眾 開始被創作 人主要登上 那 這個 那這個東西有多重要呢 創作者 因此 創作者的資金價值 工程上 受到的解放 他不再受制於故事 不是說故事 可以說 你要畫一個藝術的畫像 你要刻一個 就是 摸摸摸摸 摸摸 可能像這樣 就是以前 其實是收入的故事 那 從少爺 又不是 創作者 開始可以大膽的表現 自己想要改善的觀念 因為他想要站進去 誒 我跟人家不一樣 所有的人開 去找現在的秘密 從這件事情開始 所謂的藝術家 已經出現了 那 在逐漸從工 這樣變成藝術家 這個過程之中 呢 藝術這個東西 本身重視的價值 開始從 經濟 變成象徵 那 這個就是 從古典 直到 當代藝術 一個 非常大重要的準備 這個過程大概五少 很重要其實是這樣子 那 上上之後 什麼發展呢 上上之後的發展 就是 柏維純說的發展 就是 有實在那 非常關鍵的東西出現了 專家 藝品 還有藝術術 專家具備的 對作品的支持 他們具備 評論作品的能力 那 報紙 出版社 藝術家具 這個東西出現呢 也可以 反過來 讓專家藝品的 影響力 越來越大 越來越聚集 那專家藝品 一刷就是 這三個東西 相承之下 藝術作品的 不特定的風中 越來越多了 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看到 某某專家說 對某某藝品說 欸 某某展覽怎麼樣 好不好看 對 那我們看 看到他們說 欸 他上次說 我就去看了 所以這三者相承之下 相承相承之下 藝術有可能 不特定的風中 越來越多了 然後 從這個時候開始 藝術講的 就是 不特定的藝術展覽 越來越增加 不再侷限於 回到博物館裡面 那 就是又 會有很多短期的展覽 那 在這些展覽裡面 其實跟過去的展覽 也 跟夏宏佑有一個這樣 就開始有點不一樣 就是 對他們來說 作品 賣掉 完全不重要 這個時候 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有多少人來看 在這張藝術之下 作品的象徵價值呢 徹底定價了 這些價值呢 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專家的作品 專家一刷出 心情之後 出現之後呢 作品的象徵在此 完全超越 今天這樣子 變成一個 後面被非常翻譯到的東西 那這段進展呢 一方面 創作者的創作工具 可以徹底從 經濟 解放出來 另一方面 作品的觀眾 可以看到 作品的 越來越多 那 這樣子 不斷的循環的過程呢 藝術 這個詞彙呢 它範圖開始擴張了 一開始就是 繪畫 標作 這樣 後來開始擴展到 音樂 劇場表演 所以科技這點 又出現 所謂的社會 電影 到今天又出現 所謂的社會 社會藝術 那 在科技 還有專家 媒體 服務館 持續擴張 擴張的越來越多 藝術的範疇 藝術的可能性 擴張 但到現在其實都還沒有提 所以 也就是因為這個擴張 的速度 非常快 而且今天已經擴張到 一個非常大的程度 所以 我剛剛說的東西 很成立 就是 我們開始可以想像 非藝術式的 新的創作 或是藝術式的創作 就是說 流派之間 還沒把藝術的 改掉 我們才能怎麼會主流 今天不是 今天已經變成一個 到處散布的狀態 秘密方法 所有人都可以宣稱他是藝術家 所有人都可以宣稱他 他的狀況是藝術 今天就是屬於這種狀況 但是 那種的程度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他 今天如果我宣傳我的圖的照片 是藝術 我還是必須 尋求專家 藝品 媒體 和自己 對 我如果在這三個 這三個議題 上面提過的程度 我的照片就可以給他藝術 這是今天你的狀況 那也是因為 因為這樣的狀況 我剛才說的就是一些 微小的事物 或是所謂的設計 漸漸可以變成藝術的例子 漸漸可以 被人家詮釋為藝術 但是他 能不能獲得什麼 我們還是去追 我剛剛所說 那是他的關鍵 那這次就是所謂 漸漸主流之後 的一個 狀況 那我今天其實擺在 準備一些照片 不過時間的關係 所以 我不想 就是打住人 這樣子 因為我等一下還在趕車這樣 那我想 今天 我今天到時候回菜 如果有什麼 好 要好一點 外面出來 這樣子 好 因為我們今天晚了半個小時開始 所以 這個 你幾點的時候 這個 所以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這個 請大家跟我10點鐘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還有什麼 當然我自己有很多議題 對 對 對 這個是不是以後有打算做 相對來做台灣現狂的一些 相對來做台灣現狂的一些 相對來的一個魅力 我非常想做 就是一來我現在還有畢業的 我是希望我畢業 如果沒有辦法教程的話 為了資源 我跟你選 某多男的資源 對 但是問題是 我才會講 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東西很好做 因為它牽涉的狂 非常非常的狂 而且每個人都 最重要的是那幾個魅力 都是蠻自己封閉的 它不見得願意讓你來打開這些 所以我實在想能力 建建藝術學 可是你實際上還可以 其實這個是一個第一步 但是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就像你開始問藝術 藝術為藝術為主 就忘了你的功用性 到底藝術的目的是什麼 可是我們想想 這個是真的 這會不會只是一些假的問題 聽起來非常漂亮 給你提發一些真的 可是事實上 吵了十幾年 其實最後有功效 就是如果我這樣講 你還是功效的 但是我覺得是 因為我很想看見 它的影響是在社會上之行 所以我現在回過來講 如果你不只是管那個藝術 尤其是像台灣 這個都是很小的圈子 你自己就是藝術家 什麼的策展員 其實都是自己認識的 其實我們沒有真的 一個很評論的機制 因為你有沒有認識 你不給他講的 你算是尖刻的話 蠻好 不可能真的讓你認識 那我現在回過來講 那我會再 我乾脆就再往上看 就是說 它其實是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其實會有幾個名字 會出現說 文化治理 cultural governance 治理 然後這些 所以我如果這個整個看 我把它看成一個 文化政策以後 應該要怎麼訂 才比較是 我的公民社會的需求 如果我是把問題這樣看 然後這個地方就 這個 古靡岳這個大陸 就給我們很好的 我們一定要 你會有真的要了解 那些話語權是怎麼起子的 跟經濟關係中間 而且這互動之間 一定有他們之間的 一些社會的背景 像台灣人可能要研究 民嘴文化 為什麼全都成為電視專門的民嘴 那這個民嘴 我們到底它所謂的民嘴 它只是在 它會製造一些議題 但它事實上 不見的有任何的政治影響 會不會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 這個媒體裡面 就還有一個 它的實質的權 就是你可能還要有九線 就是它講話的次數 但是它 就是因為它這句話 而造成政策的變革 或者是引起哪些公民運動 這個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做的媒體 因為我們才要看出那個真實 我就覺得這個真實感 比較精進一點 我想這個部分 雖然在台灣其實還很多空間可以做 非常多的東西可以做 那其實在大伯 已經可以看得到一些例子 就是 過去30年來 就是 就是 剛剛提到這套東西 就是附地圖的東西 它對 你的國家的文化 真的其實有很多 程度有影響 不管是在教育上的 或者是在 就是媒體上的 或者是在文化社會上面的 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 就是這樣的研究方式 其實對政策是有非常巨大的東西 那我想在台灣 能不能有實質的影響 這個 已經過早了 因為 可能連實質的研究都可以出來 但是我個人這樣的 就是也很非常可以做的方向 因為我 就是 中國也都有 新議員長到位置 然後其實 這可能都成為了 會講 是真的 比較主題 真的是有看 我要先 真正這個假設 我覺得那是蠻好的 台灣現在要攻擊這樣的一個教職 就是叫做 藝術社會學這類 它需要有些深層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 比方說 您自己是社會學生 社會學背景 對 所以你這個其實已經跨過了 因為在藝術界不見得 是你喜歡社會學的 是不是 應該不是不見得 我自己調整一下 他們不喜歡社會學 你非常難 我清楚 藝術界的大部分是不喜歡的 好 那社會學裡面又可能又覺得 藝術社會學那也不是他們的專長 所以是這樣嗎 對 所以這只是我一個人見面 其實我的 我不是能力去社會學前進 然後 我的另外就能力去社會學 所以你有比較像 台灣主流的社會學的想像 會不會這樣嗎 會不會 我也不知道 就是等這些 現在的椅子會找 其實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長久 因為有時候你是 你如果 我們大家是很希望說 你們要一個叫資訊 可是呢 在某種情況下 其實你要想說 這個目前的這種緊修 跟它的很困難度 到底是為什麼產生 為什麼 這個這樣的領域 變成根本就不會需要 或者不會重視 那到底問題是在哪裡 會比較好奇的人 會是像這類的 像你有想到說 藝術社會學 其實藝術社會學 藝術社會學中 我們不知道 但你不理解 社會學系的地方是什麼 藝術社會學中 我比較清楚 那社會學學中 方向人自受大量 才知道 對 就是 法國的 又是法國 又是歐陸的 結果管是法國或美國 基本上 所以在社會學界是一個 荒原 沒有人 荒原 我想要失去的人 可是不理解 又是個名人 然後他又想要跟他的同學 對啊 可是 就是你真的要說 一十歲的學校 就要說 很多問題 就是 就是你在找家 去當局 那個時候 我會告訴你 我不會怕社會學 他們可能會說 可能會說 可能會說 我只是說 我們社會主不需要 今天那種目的要可以 就是 他們可能會說 但是 當然 這跟我個人 就是問題 就是 在社會學界 研究藝術 尤其是台灣 基本上是一個 處理商 可以做的東西 泰國 所以 從 研究藝術 象徵方面 有東西 或者是 政策面 可以做的東西 那 這個東西 也間接的侵塵到 其實都是有關的 那 至少我在泰國 就看到 這些 社會學家 他們在 法國的話 是很有影響 包括有一個 壁紙 有一個 壁紙 就是 社會學 他在法國 國家的 藝術的 文化的 英文 都出了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 他們確實是很小 在台灣 當然 但是 並不是很重要的 這是什麼 我覺得 我們的學理上的重要 我們都會懷疑 是認為說 那 我們像 某文 某文可以給大家 例如說 假設我們有一個 最壞的情況 其實 我們的 大學 因為小學 的話還是 原則上的人 缺乏本質 越來越少 然後更加上 其他 非常粗大 因素 但是 你某文化的層次 我們就贊同 我們這個東西 你想生為人生 他其實應該是 有用心的學習 那 某文 那帶你們一個 第三條路線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 藝術的觀察 過程的觀察 就是 以我的理解 藝術圈沒有排斥 藝術圈 藝術圈排斥的是 完全沒有辦法做形式分析 沒有辦法做作品分析 的社會學 對 所以 因為 對 台灣的藝術圈 台灣的藝術圈 不過就是 其實上次那個 作品之後 我覺得 其實 百分之九十 對我們不在做作品分析 可是 我們把一定要做作品分析 對社會藝術圈 來做 那個完全沒有在做 對我來講 那個完全沒有在做作品 也就是說 他有分析作品 但是 那個分析作品的方式 並沒有處理作品表現形式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處理 就這樣 他如果說 這個作品 他把它歸結為 這個形式分析 形式分析 他會歸結說 這是階級因素 這是性別因素 這個是經濟因素 那其實同樣的因素 可以說 可以 是整 四個作品 我看到幾篇 除了 我覺得只有一篇 我覺得真的是接近 我所理解的 藝術圈所要所理解的 那種形式分析就有問題 只有李威平那一邊 呃 直接切入到底作品 會不會是長這個樣子 他其實 同樣的作法 在操作 在處理另外一邊作品的時候 另外一件作品的時候 他出來的內容都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把其他大部分的作品 呃 大部分的藝術社會選的 呃 作品社會選的那些文章 放到其他作品來 把他 這個作品換成另外一件作品 看起來是一樣的 甚至他沒有辦法 我覺得最 最嚴重的是 他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一個藝術家 為什麼他創作第二件作品 因為 對於 當初有什麼朋友藝術家分析 或是藝術家生命史分析 那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作品 對於藝術圈 卡灣藝術圈 其實不是卡灣藝術圈 其實整個 國際藝術圈都一樣 還是以作品為主 甚至 呃 頂多現在再加上一點 呃 呃 展覽 呃 展覽分析 當你是以作品為主 以展覽為主 呃 或是展覽為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直接去面對作品的形式 呃 表現形式 沒有辦法去處理災難的表現形式的時候 你就完全 不在藝術圈 所 呃 文化資本等等 都可能只是 生存條件而已 不是創作條件 在生存條件克服了 或符合了基本生存條件之後 重點是 對藝術圈來講 重點是 創作條件 創作條件的限制 表現形式的問題 才是 藝術家 藝術圈 所最關心的事情 當你沒有辦法 tash到這一點的時候 藝術圈當然不會在意 所以我覺得 藝術圈 至少我理解的 國際藝術圈 台灣藝術圈 都沒有還是藝術社會學 都沒有 同意就是藝術社會 就是社會學出身的 我就是社會學出身的 他們甚至 會認為說 OK 社會學出身的 可以帶來 非藝術跟理論 其實好像也蠻有趣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問題是在於 有沒有要 有沒有打算做形式分析 對於沒有做形式分析 當然不會有問題 可是在報告的狀況是 即便藝術圈的學家 他們也有多種 所謂同家從事的 醫院所的事情分析 他們 還是有相當的問題 對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個就在 那個在台灣也有 就是在議館所 或是說 像那個 呃 我們提到的那個 那個 師大的歐洲 什麼觀光 觀光文化 研究所 那個有一個 台藝大的 藝館所 藝術行政與藝館所 其實他們也有類似的 專門做政策的老師 對 那 只是 在如果說這個領域的話 或是說其實有幾個學校都有藝館 或是藝術行政 那在這個領域 社會學沒有不重要啊 他們還是要念啊 他們不一定有社會學老師 但社會學 國術行政學等等 管理學 都是他們認為重要的內涵之一 他們不是不重要 他們在學圈也很重要 但是文化會不理你 或是不太理你 就這樣 因為我們整體的文化政策 並不是隨著 呃 藝術圈或是文化圈 還有國官處 其實國官處 其實也有訓練做這樣的 不是隨著這一圈人所提的 政策建議跟政策分析 或是社會調查來做的 是隨著 部長想要做什麼來做的 所以 差異在這裡 不是學圈不被重視 呃 不是學圈沒有在重視 也不是沒有人在做 而是部長的重視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困境 就是 呃 那這個困境當然 一方面是因為 呃 台灣的做文化政策的學者 真的針對總體文化政策 包括藝術 而我們現在的文化部 有幾個不同的處 呃 不同幾個司馬 是司馬 對 藝術發展師 呃 影視 文化資源 文化資源 對 國際交流 呃 文創 還有 五來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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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上下面有幾個管勝 沒有 沒有人可以針對整體文化政策來講話啊 你要不 大部分的就是 就是針對自己的方 自己的部分來講話嘛 就是像說 呃 藝術圈的就針對 呃 他雖然號稱是 以文化的名義來講話 但是他 文化部 或是說他自己就會把自己說 現在的藝術發展師 對 藝術發展師 藝術發展師還更長 下面有 表演藝術跟視覺藝術 兩支 對 兩支的人意見比 對 然後 呃 影視 你覺得不好有做影視 只有電影戲嗎 電影戲很少有做政策的人 對 還有什麼 那個大床 喔有啦 大床比較多做政策 但是是不是真的 呃 因為那個是新聞起不過去 是不是真的有影響力那個 這個我還是要考察一下 那 呃 像古機 除了你說 像古機相關的細索的人 除了台道城牆之外 有啦 URS 就是一些 呃 他們都 呃 都市設計的 都市計畫學習的 有一些相關 現在也有比較多人 那 那 文創 都在設計西大里啊 設計建築啊 但是 有政策 政策性的討論嗎 很少啊 對不對 那更不用看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 根本就是品工跑出來 但是 為了國際化的跑出來也是 那 整體 你可以提出說 可以做些什麼 沒有啊 然後 在這個上面 我們有人去問 文化法 跟文化庫的關係嗎 沒有啊 文化法還沒有完全做 沒有 還沒有完全做好 他有 他還有很多 執法啦 像 法規需要 需要添加 需要修正 也沒有人理他 也沒有 也沒有法律圈的人要去談 法律圈 認為 呃 因為我 文化法的關係 我跟一些法律 法律系的朋友 在法律系的教育朋友 都考慮過 他們說 連教育法這種資金 這種資源 預算比你們多的 都會照顧管 你誰會考慮 嗯 如果法律沒有 法律是最低底線的 法律之上 法律都沒有處理 怎麼想像政策 那 特別是他連對象 應該是 真的就知道 所以 中間有很多碰 我覺得不是沒有機會 發展空間很大 很多人可以做 但是 沒有失誤 沒有位置 但是在這個 這個 沒有辦法發展你之中 這個每種體制內完全非常空間 你下來的時候 一定還能幫他另外的 霞空間求生存的一些社員 對不對 我覺得 我們的藝術圈 我們先講藝術圈 好了 藝術圈本身大概是依賴 某些維新組織 或替代空間 來去支撐 這樣一種小型的政策性想像 或是說 單打獨動 那 那整體政策面來講 其實整體政策面 我們有一個 有一點失能的 角色 叫做美術館 其實美術館才是 美術館做為一個重要的 藝術圈 或說 藝術 文化行政最重要的組織 其實是最有影響的 因為他直接面對 他直接承接 就是說 我們特別是 我們是以三大公立的主法為主法 那他直接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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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在這個角色上面 失能 就是說他光處理自己內部的問題 就沒有辦法處理好 或者說 他因為 某一些官方的限制 導致他必須 捉緊牽手 他沒有辦法針對政策 提供 在政策上面甚至 有一個反饋的作用 對 這個 而且我們的學圈 跟我們的藝術圈 以及藝術管圈 三個是客製獨立 那客製獨立就更不用好好講了 就沒什麼好講 可是不是同一圈 那有什麼好講 因為 應該 我們現在藝術圈 主要的 最貼近的 就只有市場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學圈 想要講是沒有用啊 對不對 那 美術管圈要講什麼 也沒有人在意 自己有沒有這種生活的展覽 這個圈子沒有承襲 那一切就沒有什麼好講 我覺得 當然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但是重點是這個結構 有沒有被整合起來 成為一個 彼此資源跟彼此可以討論跟對話 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我們不是各自都覺得自己受到委屈 然後結構上好像大家資源都沒有被 因為政府都沒有投入自己 我覺得 這個結構沒有成型 什麼都沒有講 那個資源配置一定會是怎麼去的 那像你這樣的 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數字體 這個獨立的空間 這樣獨立的演講方式 有沒有辦法 他也成為一個 我們有一個 之前講說 他可能成為一個社會企業啊 他也會成為一種 人家來做一個獨立學院的方式啊 會有民眾 有沒有對這種節目 非常有興趣 他不見得能夠在學校裡 那現在也有些成品啊 我們在那邊的成品 金融國有些女嘴啊 或因為都這樣 可是他們也很快感到過程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 會有新鮮的東西 也是這種小學 在地 在地想要走的路線 跟希望是 因為在地 剛才來講 他也是一個體驗黨位 所以 在地希望走的比較偏 他打開的 希望打開的界限是學圈 稍微學圈 而且是稍微非單純藝術圈 就是畫裡玉學圈 跟藝術中間的這條界限 這些人本身就 他也感覺到這個 這樣的學校要出來 對 就是說 在地想要走的是 想要打開的是這條界限 而且我覺得 我們大概也只有 短時間內 只有這個能力做這一條 那其他的 必須擁帶其他的單位 像 機械系 台北當藍術中心 如果是政策 或是政策 我覺得 那個成分就要交給他 然後 美術館本身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 然後 學院內部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 我覺得 我自己會 我自己的理解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小型的單位 不要野心太大 因為野心太大 然後會到做不到的意思 對 所以 這是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像你來聽的會員 你大概都有分析過 大概都是 都有 什麼都有的 對 就是其實 就跟講者 跟內容有關 講 內容有關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有辦法慢慢擴散 不過 現在我們還在 什麼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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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感谢观看